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醉着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王一博亮相纪录片首映里 全程微笑 分享拍摄故事很温柔 王一博亮相保护穿山甲纪录片 寻护者首映里 清爽少年迎面出现 青春气息满满 全程笑容浮面 一件黑色的野生旧原文化衫 一条军绿色的纸筒工装裤 拉条黑色腰带 很时尚 来自于小野人家 还有王一博穿了不止一回两回的黑武士滑板鞋 就这么简单的出现了 搭配精短发 王一博你就是这么吸引人瞩目 这场直播过程中 王一博一点偶像架子没有 很平易近人 微笑挂在嘴边 没有一点裤盖的清冷 反而可爱到不行 给人一种邻家大男孩的济世感 原来王一博在喜欢的领域里 他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一面 在分享保护小动物穿山甲的过程里 他语调也温柔很多 说的话还真的挺多 看得出来 这次的纪录片拍摄 给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所以才会滔滔不绝 语调也温柔很多 他在描述穿山甲的时候 先少有这么温柔的一面 微笑着 眼神中满是宠溺和喜欢 说参与救援的过程里 发现穿山甲肚子上绒毛很软 他们很可爱 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会为了保护自己蜷缩起来 突然发现王一博是个内心柔软的孩子 说穿山甲的爪子特别的Q弹 重重的力气挺大 可是没有攻击性 很可爱 希望让大家更多地了解他们 保护他们 他会谦虚低调 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说到保护 他会面带微笑说 帮助了一点点 把功劳就给了那群参与野生救援的工作人员 都知道他很喜欢小动物 对待他们也是很温柔的 这种下意识的举动 脸上的那份柔情 饰演不出来的 也是装不出来的 这是我们不曾见过的王一博 从放出来了的纪录片中 我们看到王一博和野生救援团队在深山老林中穿梭 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 拿着各种的工具在寻找穿山甲 看到他们跋山涉水 看到王一博在树林里的一举一动 没有所谓的偶像 他会打着的妆 扭着螺丝 搬着各种工具 很接地气的 这是纪录片拍摄 主推一个真实 看过后才发现 他能够参与其中 这是一个顶端明星 拿出大量的时间去参与这么有价值意义的活动 没有作秀 而是真实参与其中 没有任何架子 反而谦逊低调 难怪好多工作人员都对他赞不绝口 都知道王一博是野生救援大使 身体力行践行其中 拍摄了纪录片 还参与了救援保护 同时 他还参与拍摄了另外一档纪录片 那就是知名度更高的探索类纪录片Discovery 作为宣传中国地址风貌 这就是王一博 把流量带到正确有价值的地方 没有消耗 用自己的方式来传递正向价值 把责任和担当牢牢扛在肩膀上 一个可以躺着洪水救援的人 岂会无视掉在地上的民族信仰 一个内在有大爱的人 岂会让热度停留在没有任何价值的娱乐中 做时事做有价值意义的 这种人岂能不夸 夸不够 根本夸不够